呃...區塊編輯的功能說明 這裡是加型功能,對不對 那跟這個在下面點這裡 再點這個按連著下來,這個加是一樣的 那這個呢,預設叫編輯 預設是在比的狀態 就是點下去,直接開始編這個 那搞不好我只是要選了 這邊可以切換成什麼,選舉狀態 譬如說現在就變選舉,點到它 這個 這個叫選舉狀態,點了它 現在就選,又進到編輯了,這裡 點到這個,現在是選舉狀態 選舉狀態的時候,我們說過 如果快速把它移動刪除這裡 Auto Shift加Z 那你可以看到,從這裡呢 詳細資料可以看到目前,我現在從這裡可以點到它 從這裡可以點到它 那這個段落就是在這個媒體文字裡面 點這裡就按全部了 Auto Shift加Z就可以快速刪除 Auto Shift加Z就可以把它刪掉 好來,那接下來我們再看 我把文字再扣過來一下 等一下,等一下需要多一點文字 我需要文字 按右鍵 那這邊特別跟你強調 不可以直接Ctrl V貼上 Ctrl V貼上 所有超連結都在 Ctrl V後尾 要貼的話,請你貼什麼 存文字 這樣連結就不會過來了 那是整理文字 那接下來預設的字型呢 這個大概知道 上一頁下一頁這個 那設為草稿就是我還沒有發布 這個就出去了,看結果 那是這一頁的整體設定在這裡 對不對 文章整理設定 個別區塊設定在這裡 點到誰就誰 來,這個叫段落 我們再加一個 來,我想加一個標題 標題 這是最近使用的 那點這裡就是比較規則的 我加個標題好了 標題 A-N-I-M-A-L 所以呢,你在這個 在區塊設定 我點到這裡,要告訴我 叫做段落 對不對 點在這裡,要告訴我的標題 這裡沒問題 整體的文章設定 這整篇是這個的設定 那這個是針對個別區塊 那整個網站的設定呢 是屬於這一顆 整個網站 你點這裡的時候呢 好,我希望我所有的字型 都是長這樣的 字型主要 標題 預設 像是標題啦 基本字型是這個 那這裡呢,你看一下吧 不會有細明體標開的中文字 因為這個網頁是要給人家看的 所以這邊其實以中文角度來講 不太需要改啦 因為我們做的網站 大部分都中文 如果英文這邊就可以設定 只要碰到標題 請你用什麼字型 碰到基本文字 那這邊再跟你提一下 不會看到任何中文字 因為網頁是要給全世界看的 所以預設它給你是這個 那字型組合 這邊是個 這叫整體的設定 這裡,這一顆,這一顆 所以它叫全域樣式 OK嗎? 那接下來看這個 分享史文章連結帳號 懂網址 懂網址 其實我覺得是比較不需要的 我們網址其實 每一頁都有它的網址 每一頁都有它的網址 這邊要不要去做分享 這個 這個是我覺得打關閉 那下面還有這一顆 再點一下設定 預設叫做視覺化編輯 其實你在這邊寫 如果用這來看 其實它給電腦看是看這個 電腦看是看這個 電腦看是看這個 叫HTML語法 網頁走是HTML 那這對我們來說有點難 這叫打語法 早期很古早之前大家去 這樣才能夠把它弄進來 那現在呢 我們就使用什麼方式來做 視覺化編輯 你只要把文字放進來以後 電腦溝通的方式給你看 那全一張是這一顆就這一顆囉 Jetback就是這個了 工具的地方 要不要管理區塊啦 恐怖用區塊 那快速鍵我們大概不會去背 使用說明 可以來這裡看 新功能HELP這裡 這邊有一個拼號設定 你也看一下吧 要不要什麼 這邊可以看一下 我們大概習慣 一定是不要讓它簡化吧 簡化這對我們來說是困擾 這些應該打開了 OK嗎 要不要交點模式 電腦的設定就是這樣 會淡化其他的 你去編那個 它會比較亮 其他會變淡化 那外觀的地方 顯示按鈕 按鈕的標籤 那玩電腦開關打開它 這是這個 那如果點這裡呢 讓你出現的是文字 你看見嗎 這個 套用主題版本 應該都會給它套用啦 好來 那接下來區塊的地方 顯示最常使用的區塊 區塊中能 包含文字游標啦 這是可以來點 開關就像這樣 那面板 這預設大概都開啦 要不要 偶外設定欄位 這是在修改 個人的設定 就可以關閉 好來 那我們剛剛就把這裡 再幫你整理一下 這邊全部介紹過 給你看一下 那這邊往下拉 這邊有個使用說明 更完整的手設在這裡 那新功能介紹好了 那把它開起來吧 歡迎使用了嘛 快速鍵大概不太 比較不需要去點啦 這是wordpress的 完整的手說明 當然看著也許有點辛苦 你可以考慮一下 可以把它用google翻譯把它點一下 也許看起來就比較輕鬆一些些 所以功能都會在這個地方 它告訴你所有功能都在這裡 所以如果說你要查 不會有一個人在網路上把所有功能介紹完 那太累了 所以也許你可以考慮來這邊看一下 如果想要做什麼時候 可以來看這個 來 那請你也稍微練習一下 從這地方把它開起來 把這裡看一下